先鋪上一層发泡链石 接着放入专用土壤 再把植物依照喜好摆放 最后放上细实粒 彩色沙 一盆多肉植物盆栽就制作完成 它本身是一个很疗愈的植物 不管是在办公室或居家环境都很适合 因为它的这个叶比较肥大 就是保水度比较好 所以它不需要常常照顾或浇水 那如果说是在室内的这个散光处 在靠窗的地方或者是户外环境都很适合 创世基金会的志工们在老师的指导下 用爱心手作充满疗愈效果的多肉植物盆栽 希望号召社会大众踊跃认购 一起帮助植物人 随着电子发票还有千万中奖发票 还有景气的影响 那在创世基金会的整年度的收入 目前有逐渐的下滑的现象 那也很谢谢创世基金会的义工相挺 那今天他们用他们的所学 要制作多肉植物提供给创世基金会义卖 帮助创世基金会植物人的照顾服务 除了即日起可以开始认购盆栽之外 创世11月25号也将在西门丁西本院寺广场 举办爱心园游会 基金会秉持就一位植物人 就等于就一个家庭 希望大家踊跃参与 帮助募集植物人安养经费 凯博大台北说的新闻 游祥亭采访得到